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现在的一个课题 无相诵 那六祖弹经里面呢 他有一些无相诵 其实大概有三段 比较大纲的一个三段 那我这边呢 是截取比较一个浅显易懂的一个 比较白话文的这一段 当为无相诵的一个核心 那无相诵 他是来自于六祖弹经 六祖弹经呢 全称叫做南宋顿教最上大臣 摩赫波罗蜜金六祖 会能大师于赵州大凡士师法弹经 很绕口 很长的一段 其实我们就是把它简称叫做六祖弹经 那他是 由他的弟子一样记录他的一部经典 那其实这六祖弹经就是在记载的 会能一生 他的一些事迹 他如何的得法 如何传法 然后开始 启迹这些教导门徒的这些研教的一个部分 那内容非常丰富 文字比较通俗 所以他也是成为我们后世 比较研究 谈宗思想 远远比较主要的一部经典 那他的一个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见信成佛 其实见信不一定成佛 见信不一定成佛 但是成佛一定是见信 成佛一定是见信 即兴计佛 即兴计佛就是说 其实只要你 我们的佛都是由我们的心来成就的 那佛呢 我们就把他说是一个觉悟者 所以我们如何去觉悟 如何去做修行 其实我们就是往心去修 往心去求 那顿无诚信的一个修行观呢 其实就是 违传见信法出世破血中 违传见信法 就是他还是在倡导 我们要那个明心见信 就是出世破血中 其实就是在当时 会能他还是在唐代的 中晚期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是佛学经典里面 翻译的最多最广 流传的 比较佛学里面的一些经典 他是一个 经过好几代人的一个翻译 跟归结总纳 归纳出来的一些经典 所以他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一个佛学圣事 佛学圣事 但是在当时因为太多人 在这个经典上 一文解字 一文解字 三世佛缘 其实都是用这些文字的一个 一个写法 然后可能可以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那出现了很多那个论调 那这些论调其实都会有一种 论调形式上的一些部分 因为各中的学派对不同的经典 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在当时就有这种现象 所以其实当时的那个六祖会能 或者是那个明代的那个元皇 就是元老藩 他们其实我个人觉得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他们应该是带着一些 生命蓝图的一个任务使命下来的 因为会能 他在视线 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 他其实为什么要 不是字 不会写字 不会读经 他字是别人帮他写的 不会读 因为不懂字 看不懂 所以都是他的弟子 念给他听的 但是他却能够在 不会写字 不会读经的一个状况下 成为一个一代祖师 那这个其实 他的生命蓝图任务使命 就是想要告诉后人 其实我们修学佛法 非观文字 佛法 他只是透过文字一个载体 告诉我们这些佛学的道理 但是我们后世 太多 太多迷思都还在 研究这些 那个文字用词 都在 都在学着 说文解字 所以其实 佛法 的传承 容易陷入这种 这种迷思当中 所以他们 在 可能就是带着任务使命 来告诉世人 这个佛法的部分 那那个像 袁黄啊 袁了凡 他当时写了一个 了凡事讯 在给他的后世子孙 说其实这是 他的家训 但是他流传到外面来之后 其实他也是要告诉人家 其实是可以改命 捷运的 改命捷运 那其实当时 他的故事就是说 他的命述 早就被黄吉 命述给算定了 贴板 神算 那几岁的时候 会得状元 几岁的时候 得秀才 什么的 好像都早就被 被算定了 好像命运早就被安排好了 其实他们都是带着生命来 图任务使命来告诉世人 其实你只要向善 你的命运 命和运 其实还是有改善的空间 改善的空间 因为他在 了凡事讯里面 他就很明确的教导后人 说你只要多行善事 做了几千件善事 你可能的那个 功德 那个 那个功名利路 就会有所改变 其实就像 我们之前那个 有一个视频 说你的生成八字 可能会改 就会注定你的一个命运 这个就是我们 真员工里面 那个YouTube 里面有一些 可以借过 借由那个网路流传的 这些影片 其实他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你的生成八字 我们可以换个说法 宇宙法则里面 其实对每个人 他都已经有设定好一个 命运方程式 人生的方程式 我们的生成八字 就是带入这些方程式 运算公式里面的代数 但是他里面 也有设计一些参数 那设计参数 这个参数 带入的不同 可能计算出来的 公式的结果 也会不同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它想象成 我们的生成八字 或许就是我们人生公式 里面的 必须要的一个参数 他算出来之后 他是会有你的 一个人生性格 人生性格 他会带有一些特质 会造就你不同的命运 不同的走向 不同的个性 对人生不同的态度 从而改变你的命运 但是如果说 你有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 再加进来的话 也就是说 多做一些善事 多行一些善事 善事 然后多存一些善心 多说一些好话 那或许在你的人生观当中 你的生命的态度 你的思想 都会改变 都会从而去影响到 你这些参数的 带入运算 你的人生公式 你或许就会有更好的 人生运算出来的结果 那其实也就是代表说 我们要多行善事 不问前程 其实一切的命运 或许天早有安排 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 透过修行 透过我们知道 要执行生命难途的任务使命 真员工他能够帮你探索出来 你的生命难途的任务使命 有哪些 那你要执行的时候 真员工也有各种的工法 跟各种的知识 学习的课程 教你怎么会去做 怎么如何去做 所以让你知道 又让你学会如何去做 所以真员工 其实在我们修行的团体里面 我个人还是觉得 还是蛮不错的 那也就是在真员工里面 有很多的YouTube的这些 这个视频 那这些视频的话 也多请各位 那个观看跟点击 分享订阅 那六祖谈经呢 他就是 也是可以说是 中国第一部的白话作品 那白话作品 所以他就是说 比较能够让人家用 那个通俗 简单的一种修持方式 就能够去了解 这些那个 我们所谓的人生的一个真理 人生的真理 其实用佛学的角度 去写出来的 其实也就是说 他也是让我们在不断的修行当中 让我们去看清生命的一个本相 那那个唐代会能大师的六祖谈经寄送全师 就如我们现在 一幕上面写的 新品何劳慈皆行 只何用修产 恩则孝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连 让则真被和睦 忍则中恶无宣 若能钻目出火 玉泥地生红年 苦口的是良药 逆耳彼时中眼 改过必生智慧 库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劳意 成道非忧失前 菩提指向心秘 何劳向外求选 听说以此修行 天常只在目前 我们光这样看 其实跟我们看佛经 我们会有不同的感触 因为这些文字 这些那个 就让我们觉得很亲近 很亲民 光用看的 大概就能够 大概知道它的意思 我们不需要感觉 需要很多的 那个文学的造诣 才读这种佛经里面的道理 好的 姐夫下一页 OK 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第一句 心平和老慈戒 行之和用修禅 击手天中天 豪光照大迁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这个八风 其实就是士顺跟士利 就是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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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士顺就是欲称的 是为就是摔毁 击苦 摔毁击苦 那这个 击手天中天 豪光照大迁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他其实背后 是有一段故事 他这段故事呢 其实就是 当时啊 苏氏在 被贬到扬州 其实当时叫挂州 然后他跟那个 长江的南岸 正江 有一个叫金山寺的 那个一个 佛印老和尚 他们两个 常常一起 在那个 探讨佛学 因为那个苏氏 其实也是一个居士 他也是 佛学造诣很深 他也是 在文学方面很厉害 他在佛学的造诣又很深 所以有些时候 他都会只要有空 他就会到那个 搭渡船 从瓜州搭渡船 到正江的西金渡 那个渡口叫西金渡 在正江的 那个金山寺的西边 那离金山寺也不远 金山寺就是那个 白色传的那个金山寺 水淹金山寺 那个金山寺 确实是有这个佛事 那他里面有个佛印老和尚 他做了这一首诗之后 他就请他的那个书童 把这首诗啊 他觉得说他写得很棒 很漂亮 那他就给这个佛印老和尚 去想要让他做个评比 书童给他 给这个老和尚之后呢 老和尚直接就给他写了两个字 那两个字叫做放屁 放屁 那那个书童 他也就也不敢说什么 就直接赶快拿回去 给他的主人书是看 他主人看到这两个字之后 哇这个这个 整个就 气得拍桌子 直接就 搭着渡船 直接要找佛印老和尚理论 那佛印老和尚直接知道 他一定会跑过来 要轻思问罪 为什么把他的 这个诗写的一文不止 那他就赶快先 先跑到后山去了 然后他就在他餐房外面 写了两 写了那个 八风 那个八风吹 八风吹不动 一辟打过枪 一辟打过枪 那后来这个书是看到 一辟打过枪之后 就觉得 就被 被深深的叮了一下 深深的叮了一下 其实他的意思就 这句诗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参拜上天的佛陀 然后佛陀的光芒 普照大千世界 那世间的那个机或战 顺或苦 他佛陀都不为所动 只是庄严的 安稳的坐在莲花台上 其实他就是暗示自己 就是说八风吹不动 然后他就可以像佛陀 学着像佛陀一样 他认为他的成就 能够像佛陀一样 庄严的安稳的 在莲花台上 当然这佛陀的和尚 就是这样子去 直接去说他 但是适顺跟适为 什么叫适顺 利就是得益 我们得那个 可能中了彩票 我们就觉得说 哇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 然后欲呢 就是说有人在 那个赞美你 在前面那个 在后面 在背后赞美你 这是欲 后面撑赞你 你知道的时候 你也觉得很开心 那如果甚至是撑 撑就是当面的去 赞美你 当面赞美你 你也会喜行于色 感觉就很开心 人家在拍我马屁 那我也会感觉 心里很爽 或者是愿呢 就是说我会把那个快乐啊 什么的就是表现得很明显 表现得很明显 那四围呢 就摔 就如果遇到不如我的意的 就会我就觉得 那个脸呢 马上就垮下来了 脸马上垮下来 那悔呢 就是说有人在背后 说你的坏话 那你就我气得要死 就好像要去找他理论 或者是当面有人就是 跟你讥讽 嘲笑 那这个部分呢 你也会觉得 心里面就很不爽 然后就生气 那苦呢 其实就是说 其实你会去 烦恼这个烦恼那个 然后老是 实际上事情还没有发生 可是心里面却在那边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 整个都在你的那个心静上 并不能很平直的那种 去平静祥和的 去有这种修为的一个表现 所以其实我们说要修为 其实我们就是要心平如静 心平如静 就心里面没有什么妄念 然后没有什么那个 不好的不干净的想法 那你有一个清静的心 其实就可以得到一些智慧 那心静有智慧了之后 其实你会觉得说 何劳持戒 不是说不需要持戒 而是说其实就戒律对你来说 就没有必要 因为你会觉得你内心平静祥和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有那种反应 就说我这个不行 那个不可以 那个不能做 那个不可以 不可以怎么样的 你就不会有这些想法 那他跟戒律当中的这种东西 其实就关联性就可以不大了 那心平呢 其实指的就是心清静 那平等慈悲 那那个 我们行为啊 就是比较能够如理如法 就事无碍 理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万法圆融 圆融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心平祥和的状态 其实也是我们 其实直接修禅当中 小心菩萨的一个修行的过程的 那个境界 那行职何用修禅呢 修禅 我们可以直接翻译说 行为正直 那还需要修禅 禅其实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状态 一个 我们会认为说 你行为正直的 不需要去持戒修禅 那 所谓的心 执心是道场 执心是道场 其实就是说 其实你真正的一个 一个 修行者 你心里面 除了平静 祥和之外 其实你的心就比较简单 也就简单 执心的道场 就是说我一个执心正念 那我就能够一生行为正直 我就没有这些什么忘念 虚伪 那我就可以安住在当下 我就是简单 我就是简单 简单的去做 简单的去讲 那 这些行为呢 很简单的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那我们那个勇家禅师也说了 行住坐卧皆是禅 雨漠 雨漠动静 体安然 那我们在所有的这些生活作息上面 其实我们都是用着一个 执心正念的一个方式 的一种想法 的一种心理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的行为啊 很自然的 就会公平正直 那 我们的品性啊 道德啊 很自然的也就是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时我们曾经在之前的课 很有讲过 道高龙虎虎 得众鬼神亲 我们只要在这个德性上 在这个行为上 公平正直 很自然而然的 我们在生活了 也就会有智慧 那我们 做人处事 我们处事就会 太然 看待事情呢 就会淡然 OK 好 姐夫下一页 恩哲 效仰父母 这边没看到 恩哲效仰父母 义哲上下相言 那其实 我们那个 好好的生活修行 少让父母牵挂 不要只预养 而亲不淡 不要只养 亲不淡 其实在这边 其实我们的身体 发布受之父母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你觉得你工作的比较忙 你忘了吃饭 你忘了喝比较多的水 你甚至熬夜 可能只是玩游戏 其实这个都是不肖的表现 因为身体发布受之父母 你没有好好的 爱护你自己的身体 做出对你身体伤害的这些行为举止 其实都是不肖的一种表现 那我这边刚好也有一个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说 之前有一对老夫妇 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喜欢在海边 那个 谈恋爱 然后结婚之后 辛苦了 拉拔了几个孩子 长大之后 那个几个孩子会觉得 父母比较辛苦 然后希望他们 现在已经退休了 然后想说要送给他们一张 那个高级豪华邮轮的船票 那那个就送他们直接去 上那个豪华邮轮 几天几夜这样子 那父母亲呢 通常上了这个船票之后 那船票听说很贵 然后好多钱 但是父母亲总是会觉得说 哎呦 孩子们花了那么多钱 送我们来那个游轮上 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看看夕阳 看看海 那其实孝心可敬 那心里面也是去想说 就不要给孩子再多花很多钱了 因为听说票价很贵 那就不想花钱之后 他就这个也不敢消费 在船上就只敢偷偷的去买泡面 然后在那边吃 那吃到最后呢 这个也不敢喝 那个也不敢吃 到最后他就 最后一天了 明天就要下船了 结果他想说 哎 剩最后一天 万一如果 那个亲戚朋友问起来了 哎呀 那个到底里面吃什么啊 好不好玩啊 什么话都不会说 只知道吃泡面 这样也不对 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横下心来 那就到 到餐厅去 然后就点了一些 那个感觉比较便宜的一些菜 然后在吃的时候 那个服务员就过来了 就请他们出事传票 他们就懵了 那我吃饭干嘛还看我传票 为什么不是找我要 要那个 要账单 要付钱 请我付款 结果他 适者跟他说 其实他们的船票 就是包含所有船上的 所有娱乐 所有消费 所有餐饮 都是免费的 全部都是在 这张船票上面 只要在后面打勾 确认就行了 他们才恍然大悟 隔天一早就要下船了 他们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拿了一张 很昂贵的船票 可是他们却进行了一场 很廉价的一场旅行 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 有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 父母其实还是都会 不管你是有多大的岁数 他还是一直是 我们在他心目中里面 永远是个孩子 他永远会为我们的角度 去着想 去为我们去计算 如何让孩子们 不要花最多的钱 去影响到可能日后的生活 想要为我们节俭 不想自己降服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说 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 给你的父母每天是三针海味 还是出撒蛋饭 或者是说你有给他穿名牌包包 穿昂贵的衣服 其实这都比不上一个 你可能三天五天的一通电话的亲切问候 因为其实父母要的不是你那些昂贵的东西 他只会认为你又多花了一些钱 可能又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享受 父母要的其实不多 他们要的其实是你的虚寒温暖 虚寒温暖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 也有另外一个体悟啦 其实这个子女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因为沟通很重要 你既然有这份孝心 可以给他那张船票 那其实你应该也要有 跟父母好好的沟通 说明他这一趟安排的旅程 里面大概是有哪些细节 这个是为人子女也应该要做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跟父母去寒温暖的时候 我们也要适当的去报告 说现在的一个工作状况 心理处境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要报喜不报忧啦 但是其实父母他也要 心里面也要得一个安心 这个我觉得也是让父母安心 是我们为人子女应该要做到的一个部分 那不要让父母牵挂 不然的话其实 他一直心挂念着我们 其实他 我觉得他的精神生活也不会太好 那第三呢 我们用一个法界修行的角度在看待这张船票 其实我们都是 一个娑婆世界 一个苦海无牙的 一个流浪者 一个漂流者 我们都 每个人都是有一张船票 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苦海上飘荡 我们好不容易有真员工这一个 大的法船 带着我们一起共修共渡 这张船票就好比是我们的人生 人生难得 正法难闻 我们今天有得了人生了 我们就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这一个修行的机会 因为 我们不确定我们下辈子 能不能修得好 是不是还必须要投胎成人 或者是 没办法投胎成人了 那你这样子就 错失了一个 很好的修行 进阶的机会 所以我们感谢真员工 让我们有这个修行 共修的一个 一个 场合 给我们一个正确的 告诉我们 知道我们 我们该做些什么 然后也教我们如何做 那在修行的道路上 它是引导着我们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 一个国位 那义者上下相连 义在佛家或者是儒家 其实都是不可缺的一个德性 不可缺的一个德性 那孔子说了 义者 义也 义是那个 那个适当 就是行为上要震荡 何时宜 崇尚善行义举 遵守道德 重视自己人格和平德的修养 对上尊敬有礼 对下 对下是下属 下属 那怜悯助人 不会见利忘义 说到舍身取义 或许 这个还有点过 但是 义者上下相连 其实就是要我们去说 能够遵守道德 重视自己的人格 人格跟平德 就像刚刚有讲的 德高 德重 鬼神亲 这样子 不会 像这个 义 我们 说到这个义 推崇了就是谁 关公 就是关公 那就赴我汉事 赴我汉事 因为他还是认为他是汉朝的人 他那个不辩解 不去在那个乱世当中 他一直忠于自己的国家 忠于自己的国家 他在当时是认为那是一个正当的一个行为 所以当时他跟刘备跟张飞 桃园三结一 任刘备当大哥 是因为刘备是戏出名门 他是那个刘家的 那个正式的一个传人 在朝代里面一个正式的传人 不像现在可能 请一餐吃一顿好的 大哥就叫大哥了 不是请一顿饭就叫大哥 在那个时候 是为了有崇高的理想 要去做正当的事情 认为对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才造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意义的部分 我们推崇 那个关公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课程 就刚好在这边先告一段落 然后下回 我们再接着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宣 再接着继续 继续我们下面的一个分享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 先第一阶段 先结束 那我们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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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